Hello大家好,我是白冰 今集的白冰好愛就和大家分享一下 由陳同佳案引發起 香港和台灣之間錯綜複雜的司法爭議和外交風暴 其實陳同佳案發生了什麼事呢? 我和大家複述一下 在2018年2月,陳同佳涉嫌在台灣殺害了他女朋友 在殺害他女朋友的同一天,也潛逃回香港 之後因為他盜用死者的信用卡 而在3月被警方拘捕 然後他在警方警戒的情況下承認殺人藏屍 最後他是以洗黑錢罪被判囚29個月 會在2019年10月23日刑門釋放 其實受害者的家人在2018年時已經去到台灣 要求當局向港府施壓,將陳同佳引渡回台灣受審 而台灣當局也在2018年3月、4月、7月 先後3次向香港政府提出司法互助的協議要求 但3次都是被香港政府拒絕 那為什麼香港政府不會跟台灣簽署這個台港司法互助協議呢? 其實當中都是政治考量 台灣當局只會在台灣主權實體的情況下 簽署這個台港司法互助協議 相對地如果香港簽署了這個協議的話 就即是承認台灣是有別於中國的其他地方 這樣是有為一個中國的原則 換另外一個角度看 如果由香港提出司法互助協議 基於一個中國的原則 香港一定不會當台灣以一個主權實體看待 可能到時形容台灣的字眼是台灣地區 這樣的話台灣方面都一定不會承認 所以基於政治考量 香港政府和台灣是很難在司法互助協議上達成共識 而至於單案為什麼不可以在香港審 是因為香港政府聲稱自己沒有這單案的司法管轄權 但事實是 即使他真的有這單案的司法管轄權 當他要去台灣搜證的時候 同樣地都要簽這個台港司法互助協議 然後引申到同一個政治考量 所以香港政府才會一直都說自己沒有這單案的司法管轄權 而避免自己夜和上身 去到今年3月的時候 林鄭月娥的智囊才想起陳同佳案 打算藉著這單案美其名為受害者討回公道 實質令到香港一國兩制名存失望的情況下 打算在立法會強行通過惡法 而這個逃犯條例又能不能將陳同佳送去台灣呢? 雖然逃犯修訂條例覆蓋範圍包含台灣 但當台灣當局得知香港政府想推這條條例的時候 已經很快拒絕承認 同時也都清晰指出 只有在雙方都簽署司法互助協議的情況下 才會引導陳同佳回台灣審議 台灣拒絕承認逃犯修訂條例的原因 是因為這條條例間接承認了台灣在中國的一部份 嚴重侵害了台灣的主權 從台灣拒絕承認這條條例 所以處理不到陳同佳案 可以看得出 林鄭月娥雖然聲稱逃犯修訂條例的初衷 是為了令受害者沉冤得雪 但實質就是滿口謊言 直到近日北京政協委員管浩銘 公開表示陳同佳願意自首去台灣 而管浩銘亦都說會陪同陳同佳去台灣 台灣移民局就禁止管浩銘入境 原因是管浩銘作為北京政協 押送自首的疑犯去台灣 不禁令人聯想到會不會有其他政治目的 而管浩銘以政協的身份 押送陳同佳回台灣的這個形式 其實已經損害了台灣的主權 同樣地管浩銘這個做法亦都開了一個壞的先例 當一個政協可以帶著一個自首的人 去另一個地方投案的話 那在之後的日子會不會發生在香港 只要有政協的陪同底下 就會有人被自首被買機票 然後送回中國受審呢 而台灣的陸委會也都有指出 就是如果陳同佳不是志願的話 香港政府是不是就會有得陳同佳逍遙法外呢 而這一個也都是有違了林鄭月娥的初心 那說了那麼多 其實陳同佳案又是不是真的沒有解決方法呢 在2016年香港發生了一宗 很可怕的荃灣石棺藏施案 當時的疑犯潛逃台灣 台灣當局在得知之後 用預期居留的原因 將他們遞介出境 同時台灣當局也想將疑犯引渡回香港 那麼台灣當局做了些什麼呢 台灣那邊聯絡香港政府 由機管局專門安排航班 而香港警察也有安排在航班上 為了避免香港警察在台灣跨境執法 台灣警方和香港警方就在登機橋上將疑犯交接 就令到香港警方在名義上沒有跨境執法的情況下 將疑犯引渡回香港 假如陳同佳真的自願自首回台灣的話 其實可以參考這個做法 由台灣方便安排客機 去到香港的登機橋上面 陳同佳就自願走上的客機完成引渡 雖然這件事聽起來好像很荒謬 但亦都具備一定的可行性 亦都是我個人認為 能夠最圓滿解決陳同佳案的方法 但是香港政府又會不會願意這樣做呢 答案是一定不會 因為如果香港政府這樣做 就再次印證林鄭月娥是不需要推逃犯修訂條例 都可以處理到陳同佳案 代表修訂逃犯條例是建基於林鄭月娥的謊言 嚴重打擊管治威信 所以林鄭月娥為了一口氣 她一定不會肯用我們這個方法 當然我都很希望我可以炒車 因為最完美的結局是 受害人的冤情可以得到超說 同時疑犯陳同佳也可以得到她應有的懲罰 今天的白兵號外就來到這裡 我們在接下來的星期五萬九點的直播 會詳細分析蔡英文和林鄭月娥的政治角力 明天到時見到大家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